上一期视频呢我们说了古代人读书的故事 我们这一期呢来讲一讲古代人上厕所的事情 实际上啊咱们国家在新时期的时代呢就已经出现了厕所 在西安半坡村士族遗址当中呢 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位于房舍外边的一个土坑 这说明什么呢 咱们老祖宗啊还是很重视上厕所这个事情的 随地大小便那是不行的 但后来呢这人吧就越来越多 那排泄的东西呢也就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坑挖的大一点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大家你会发现啊 这个像上个世纪啊就是80年代之前 很多很多城市里边的公厕 包括小县城的一些公厕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大厕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 男生女生 这个厕所里边有几个坑位 然后里边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坑 然后呢说实话像上这种厕所的话 还是有一些生命危险的 在古代呢曾经在凤坑啊 就淹死过一位所谓的诸侯王 当时诸侯国晋国的国王叫做晋锦宫 他的名字叫做姬儒 这有一天呢这个姬儒吧就到下边去市场啊 看看这个农民种的麦子怎么样 你看这麦子已经成熟了 说尝一尝吧对吧 结果呢前一天晚上可能也没吃什么好东西 这一吃这个新麦吧 这个晋锦宫呢就有点闹肚子 说不行啊这个肚子不舒服 我得去上个厕所 这个东坑 那你想想那这个诸侯王的东坑 肯定不能周围站一堆人看看 看他怎么怎么对吧 就他自己嘛 这个晋锦宫就去上厕所了 结果呀 一下子就被踩好 这个晋锦宫呢就掉到这个粪坑里 让大粪就给淹死了 哎呀 死得真稀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